由七土乡土妇女会所举办的爱心园游会 今天在百服水样前展开 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半都非常的热闹 主办单位指出所得全数将捐给七土区的各国校 作为弱势儿童的营养午餐费用 要让小朋友们感受到暖暖的关怀 热闹滚滚的爱心园游会都是小朋友们喜欢的 尤其是游戏区排队人吵不断 今年儿童节好好玩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这今年的儿童节好棒 我觉得今天的儿童节很宛玩 很多有趣的游戏 可以拿到很多的奖品 我觉得这个活动好好玩 有吃有玩 有吃有玩 做我爱心活动蛮好的 主办单位七土乡土妇女会 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在儿童节当天举办爱心园游会意义非凡 所得将全数捐给七土地区的国小 作为弱势孩童的营养午餐费用 今天4月4号特别举办了爱心意买原油活动 非常感谢今天的家长带小朋友到现场来 我们现场除了有美食 还有一些二手物的意买 我们还邀请了小朋友的表演 满天心的肚皮舞表演 还有歌手的助唱 那谢谢这么多的热心人士提供了爱心的物资 还有食品 还有感谢提供我们软硬体的一些好朋友 那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爱上爱图梧桐帽理事长 因为他帮我们大力的处理 所以我们才可以组成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活动的所得呢 会把他全数捐给七堵八个国小 那以补助就是小朋友的营养午餐的经费 希望每个小朋友呢 都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请代表乡土妇女会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品学兼优 健康成长儿童节快乐 一直笔持关怀弱势的理念 七堵乡土妇女会结合好朋友们的力量 在百福水样前摆摊意卖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也在儿童节当天散发暖暖的关怀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